加冒饮料店要卖几杯才回本 这是今年度公布的台湾热门饮料品牌排行榜 报道一出来大家更是对饮料店的获利感到好奇 开过几家饮料店的风格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没有工作或是想要用投资的角度去开一家饮料店 那你绝对是要先付一笔学费的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行业 尤其是这几年成本费用上涨的幅度 更是让利润越来越薄 不论是要投入一两百万的资算品牌 还是三四百万的资品品牌 你都要问清楚自己到底掌握了哪些差异化条件 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坚持 面对无数的经营挑战 自我盘点从下面三点开始 一有没有足够的资金 二有没有管理带人的经验 三能不能持续学习让社会成长 卖几杯才回本永远都不是最大的重点 不是三百杯还是五百杯 赔钱赚钱都更有人在 如果你只是店家卖者 没有优势更没有支持你的伙伴 一旦你开始投入创业开店 那只会是消耗 所以各位老板请在创业前好好自我盘点 面对清楚自己的条件 哪怕只有五百分的成功几率 你也依然可以创造属于你的赚钱试验